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 你送我第一个礼物 他送我第一个礼物是18年前 对啊 我到两年前 两年前我才处理掉 真的哦 如果把它 你知道 好 是什么礼物呢 我刚才买了一个包包 但那个时候的我 还不是很懂 fashion 我是用一个理工男的方式来去看 结果你收下的那个当下呢 我只记得你大概抿着嘴笑了一下 其实我蛮 appreciate 你在当下你并没有说我不喜欢 如果你隔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说我可以把那个来换成别的 不行啊 因为你换一定要七天之内 七天之内你告诉我 其实我也觉得OK 只有那个当下的感觉 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了 因为现在呢 直接就是老公 你看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我就说 哦 OK 哇 这个色太漂亮了 学得真好 我一定找不到它 对 我现在 我们现在很实际 我一定在店里面 我找不到它 我就会直接在店里面 我就拍一个照片 说老公 我已经把我的母亲节礼物选好了 然后他就会说 Thank you so much 我会说你选得真好 今天讲到就是如果善意的谎言的话 其实那个善意 就是那个当下你给对方的感觉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 当下还是要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 可是呢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东西 你真的知道它有一点点贵重 所以我就说 真的很谢谢你 就是这个款式我很喜欢 可是可能就跟我的 style 可能比较没有这么搭 对 我觉得就这样也直接说 但是我觉得就是隔个两天嘛 因为退换会有七天的吃时间 其实你真的你在第一时间里面的时候 善意的谎言其实是非常 很必要啦 是很必要的 因为说说 哇 我真的是很喜欢 真的很棒 你找了多久 让他不要对这些事情 说得太大了 对 因为毕竟对方付出了 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 对 You know 像我们刚刚讲到 都是比较一些生活的细琐 细琐的事情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觉得你回答我 你觉得要不要说善意的谎言好不好 如果呢 当你跟一个人在交往的时候 然后对方跟你说了 我爱你 但是你对他真的没有这么多的爱意 你会回说我爱你吗 因为我就曾经听过这个事情 就是说女生回应的时候 女生就愣住了 然后就说 我很喜欢你 我觉得很喜欢一个人 就可以走很久很久 就后来这对情侣他们交往了很多年 然后到最后男生要分手之前 还跟女生说 你真的不晓得你当初那句话伤我有多深 宝宝 我是不晓得你在讲的是哪一个朋友 不过这个 嗯 好 就是很close的朋友 好 这是善意的话 我本人啦 我本人啦 对 我后来我有觉得我当初就是 太诚实 太老实 可是我真的 这个我别无他法 因为你说沉默吗 也不对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说出来 可是我现在也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当对方说我爱你 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回应的时候 怎么办 我会选择说 我爱你 因为我觉得那个当下 对方要说出那句话 需要多大的勇气 勇气 因为我比较在意那个对方的感觉 我在这边我觉得如果可以给善意跟恶意的谎言一个分别的话 定义上面的分别 我觉得善意的谎言呢 你的出发点是比较在乎对方的感受 恶意的谎言是你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感受 所以善意的是保护对方 恶意是保护自己 想知道更多关于两性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请关注L Couple's Wiki 然后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喔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可是我很担心你会不高兴 拜托你呢 这样说当然要听喔 当然要听 可是我很担心你会不高兴耶 可是你这样讲 你不要不高兴喔 你不要不高兴喔 你不可以这样陷害我 你不能挖洞给我跳